开始之前还请各位老铁都能给这期内容点个赞 谢谢支持 今年第一个季度 一众医疗服务中恢复最好的 就要数眼科和大综合了 而Q2基本就是Q1的延续 眼科尤其艾尔眼科交出的业绩 着实好得惊人 2023年H1 艾尔实现收入102.52亿 同比正26.45% 归母精利润17.12亿 同比正32.61% 其中Q2实现收入正32.81% 归母精利润正36.82% 在艾尔的各项业务中 起到拉动业绩关键性作用的 莫过于严肃医疗业务 如白内障手术 眼前段 眼后段项目 分别有60.28% 27.9% 31.82%的增长 这一方面自然归咎于 疫情后的报复性反弹 毕竟刚需医疗需求只会推迟 绝不会消失 甚至还会越拖越严重 另一方面 国内老龄化 有加速的迹象 在之前的投资者交流中 心脉医疗也有说 公司本身把2023年作为观察年 但中国老龄化的速度 确实超公司预期 连老品的植入量都在提升 而以白内障为代表的眼科疾病 就是典型的老龄病 2023H1 埃尔眼科实现门诊量 726.95万人次 同比增长31.19% 手术量60.78万例 同比增长36.62% 白内障之所以有60% 的惊人增长 一方面是客流增加 另一方面还是客单价的 大幅提高 按照埃尔的说法 高端晶体 高端数式 如多焦点晶体 非秒激光白内障等的 占比持续提升 这点 我们从眼科上游 供应商埃博的财报中 也能得到印证 2023H1 埃博的人工晶体 实现了37.88%的增长 之所以没能增长更多 核心原因 竟然是产能不足 埃博也在业绩交流中讲到 中高端晶体表现亮眼 当下 国内的白内障手术 虽然已经比较成熟 但渗透率整体还是较低的 手术率CSR只有3000左右 相较发达国家1万 1万2000的水平 还有较大的增长空间 叠加国内老龄化 和消费升级大趋势 白内障长期保持稳健增长 基本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而眼前段 眼后段的各业务 就更是如此了 最典型的 莫过于肝炎症 现代人 由于电脑加空调 加暖气的全方面包裹 十个人中可能七 八个都有肝炎症 所长就有 但大家现在都不把这个当病看 国内只能说 处于刚刚起步阶段 发展空间不可谓不大 虽然严肃医疗表现最为亮眼 但当下艾尔的主要业绩来源 还是以近视眼手术 趋光近视防控 试光为代表的消费医疗业务 两者合计 占了公司营收的60% 今年上半年增速分别为 17.15% 30.5% 趋光的增长整体比较平稳 毕竟量已经很大了 再享有高速增长 还是不太容易 但值得一提的是 当下做过近视眼手术的人 未来对老花眼 大白化就是远视眼 手术的接受度就会很高 所以 艾尔有提到 自己近期正在建设老花门诊 主要治疗方式 为佩戴老花镜 老花白内障手术 老花矫正手术 未来老花摘镜手术 也会成为公司新的增长点 而这块治疗在海外 目前是相当火的 所以 国内将来也大概率 会有较大的需求 非常值得期待 至于 世光 阿艾尔的话说是 不论OK还是离交境 表现都非常不错 离交境还很好理解 但OK竟能保持高速增长 这就非常能体现 艾尔的阿尔法了 毕竟 OK竟今年上半年 表现整体都不佳 老大哥欧普康氏 仅同比增长10.88% 台湾亨太 更是出现了25%的同比下降 至于为什么如此 价值事务所 分析有以下两方面原因 一是 OK竞即采后 家长有一定的观望情绪 不过之前价值事务所也有讲 OK竞最后采了个寂寞 二是 随着离交境技术成熟 在临床终端的认可度 相比过去有了明显提升 根据样本专家反馈 有不少医生开始优先推荐离交境 在离交境效果达不到后 再让家长去尝试OK竞 但在这样的背景下 艾尔的OK竞表现还是很不错 连带着包艾尔大腿的爱博 OK竞也有远超行业的表现 38.97%的同比增长 其实通过前文对艾尔各项业务的描述 我们不难发现 艾尔业绩抓手有二 一是量的增长 这个量一部分来自老龄化带来的大盘增量 另一部分则是相应治疗手段 在患者中渗透率的增大 典型如即是防控 白内障 肝眼症 即是老花等等治疗 二则是价的增长 这个价主要来自于 公司紧密追求全球最新的技术 第一时间运用到公司内部 比如在此半年报中 公司提到 引入全球首款 提供33厘米即是力的 连续是成人工精状体 强生眼力见 Technis Synergy商标符号 月无级注册商标符号 并在辽宁沈阳 重庆 湖北武汉 湖南衡阳 海南海口五地 成功实施国内首批植入手术 伯傲勒城 艾尔眼科医院 完成国内首批 以色列EndoArt注册商标符号 人工角膜内皮层膜片 特许植入手术 并用人工角膜移植技术 为更多疑难复杂的 高危角膜病患者带来光明 与艾尔康一起推动 精雕个性化 近视手术升级 通过精雕Q加 和精雕C加近视手术方案 实现亮眼定制 给患者带来高清的术后效果 与合作伙伴一道 共同加快推进 多区正向离胶镜片 奥拉 陆放近视管理镜片等 近视防控产品应用 与强生势力建在 博敖乐城艾尔眼科医院 启动中国内地首例硅水凝胶日抛 近视防控软镜 AQU注册商标符号 Ibiliti商标符号 真实世界研究项目 继续推进 制针飞秒 ICL手术应用 通过飞秒激光技术 与ICL晶体植入手术的融合 艾尔作为国内服务网络最广 截至2023年6月30日 公司拥有境内医院229家 上半年新增14家 门诊部168家 新增20家 海外已布局124家眼科中心 及诊所新增6家 品牌知名度最大 前沿技术追踪最紧密 几乎所有的眼科创新药 医疗器械 数式都是国内率先引进实施的 人才队伍建设最完善 形成了多院 多所 五站 四中心 四基地 一平台一式的创新型医教研 一体化平台 眼科朋友圈最豪华与StarSurgical 香港理工大学 德国CareVision等头部玩家 持续深化交流合作 保证全球资源优势的 终端眼科医疗服务机构 与后面竞争对手差距极大 随着各项优势的进一步加剧 未来公司的龙头地位 知会越来越稳固 看看OK静就是最好的例子 同爱尔关系好的爱博 近几年突飞猛进 同爱尔关系不好的欧普 近几年日子愈发难过